大家好,欢迎来到散述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15天 下午5点多,走在汇园古城的东大街上 前方就是汇园古城中最著名的景点 伊犁江军府 也许正是因为伊犁江军府的存在 汇园古城才曾是新疆的军政中心 现在的伊犁江军府就在东大街北侧 坐北朝南 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园林式古建筑群 黑色的大门和黑色的柱子 虽然门面不是很大 但也能显出庄严古朴素木 门面上伊犁江军府五个金色的栗子 更能展现出威严和霸气 走进伊犁江军府 迎面看到是一块伊犁江军府石壁 上一期咱们也仔细聊过 现在我们走进的伊犁江军府 是在汇园新城内新建的 走过石壁 一条大道只通江军府升唐衙门 也就是江军府正殿 路两边绿草地上鲜花朵朵 宽敞的庭院内 精致清幽 语树参天 东西两侧分别是营房 客房和书房 书房西侧还有一个四合院 为伊犁江军的办公室和居室 据说四合院后为金库 另外路两边还摆有两门 省了袖的大炮 展现出当年抵御沙俄入侵的顽强和坚决 将军府四周都是高大的围墙 为展示伊犁江军府的历史 现在这里还特别设置了四个清代伊犁江军府历史陈列室 那咱们就按历史镇的顺序 先走进东边的陈列室去了解一下一个半世纪的伊犁江军府的历史吧 眼前地图红色的部分是现在的新疆 红黄县乡间的部分则是被沙俄侵占的新疆外西北领土 清朝时期经过抗用前三朝的努力 清乾隆24年1759年 清军在赵惠将军的率领下 平定种各尔贵族叛乱和南疆大小合着之乱 最终统一了西域天山南北的大片疆土 那时位于西域地区的新疲疆土 被乾隆皇帝视为新疆 并认为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依据当时清政府统治新疆的地域范围 乾隆皇帝确定以伊犁为新疆地区的统治中心 一是为了防止准干尔和大小合着叛乱势力死灰复燃 二是为了抵御沙俄扩张势力的威胁 三是伊犁正处于新疆地区的中心位置 同时清政府也意识到巩固西北边防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 乾隆27年1762年 清政府在伊犁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简称伊犁将军 作为清廷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 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各路驻防官兵 及归附清朝的中亚哈萨克布鲁特等部 并监管行政事务 据新疆之略记载 伊犁将军执掌为截至南北两路统辖外移部落 操越营武广辟屯田 总览全江各项军政事务 伊犁将军设立的两年之前 乾隆25年也就是1760年 乾隆皇帝给陕甘总督阳阳居的御令内容为 新疲疆土如伊犁一带居内地园 一切事宜难以摇制 虽然后来设立了伊犁将军 但为了减少摇制不变伊犁将军旗下又分北南东三路 北路由伊犁将军直接管辖 设伊犁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各一人 南路设喀什卡尔参赞大臣一人 东路设乌鲁木齐都统一人 另外在哈密巴里昆古城 卡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石和田等城 还设有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等 清政府在新疆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下 还根据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特点 本着因地制宜因俗失智的原则 建立起周县制伯克制和扎萨克制等 不同的管理体系 1763年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河北岸驻城 1764年成城乾隆赐名惠元 驱大清皇帝恩德惠及远方之一 在惠远城没有建立之前 伊犁将军府最初设在伊犁九城之一的隋定城 后惠远城建成之后则迁入到了惠远城内 那时的惠远城就是历史上的惠远旧城 惠远旧城经历了百年的太平 清同治五年1866年 惠远旧城被毁遍起域军攻破 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则完全被拆毁了 如今这座惠远旧城只剩下这般模样 而那时的伊犁将军行营则暂时迁至塔尔巴哈台等地 后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2年收复伊犁后 在惠远旧城北七点五公里处重建惠远新城 城外有共军队驻扎的东南西北四大营盘 新伊犁将军府也在惠远新城内重建 清光绪19年1893年 伊犁将军长庚率领官兵潜入新伊犁将军府 现在我们参观的就是这座新伊犁将军府 从东边的展馆出来正好是庭院的中央位置 前方不远就是正殿 看来东西两侧的营房都被改造成了展览馆 据说整座伊犁将军府的总体布局 是一座作为朝南的三进深宅大院 院内共有房舍110间 建筑面积为4150平方米 多数都是单层土木结构 外廊式坡屋顶房屋 现在院内的厅堂 台械 许晶 回廊 都依稀存在 沿着地上的小路从营房走到东厢房 房间里放着轻快的音乐 好像摆着一些纪念品 继续往前走到头来到正殿的东侧 眼前应该就是将军府里的后花园 后花园为南北城方形 是当年伊犁将军及其家眷 休息娱乐的场所 估计也会有官员们在此议事 闲聊休闲之用 据说当年的花园内 树木葱龙 白鸟和鸣 晚花齐放 掩饰江南明园 景致清幽 罪宜避暑 现在的后花园中标志性的建筑 就是后花园六角梁亭 红柱绿瓦 古香古色的梁亭 也被称为江军亭 静观江军亭 青石的丰谷 古运犹在 六根珠红的柱子 撑起亭顶 亭延 朴素淡雅 整座亭子建在两层台阶的基座上 据史料记载 后花园中的六角梁亭建于1883年 共有五座 但现在仅有这座江军亭幸存了下来 看起来完好无损的江军亭 曾于1978年进行过知户维修 2019年进行过污面维修 从江军亭往西边走 还有几间房子 这里是不是金库呢 曾经惠远旧城内的一立江军府雅鼠内 设有印房 梁响处 驼马处 营务处 满营党房等 后来又增加了军台处 督崔处 功过处 喇嘛处 回物处 侧房 及领队大臣党房等更加完善的机构 现在这座新的将军府内也有同样的机构 同时以思源 帮办 张经 笔贴士认诗 分别负责将军操阅处理日常事件 以及梁贤之处 功过登记等事 绕过正殿西侧走进书房 书房的西侧是一座四合院 内有正堂 内宅眷房 内宅南房等 这里就是一立将军及其家建的住所 站在书房前正好可以清晰地看到 正殿前有四棵古鱼树 葱玉挺拔 这才是历史的见证 据说这几棵古树比将军府历史还要长 新将军府在慧远新城建立前 他们就已经升正在这里了 有意思的是 在四棵古树下 还有两座造型奇特的石狮子 如此模样奇特的石狮子被人称为人养犬狮 据说在伊犁河谷共发现十几具这样的石狮子 但史料上却没有关于这些石狮子的任何记载 当地曾流传这样一种说法 因当时沙俄侵占伊犁 并在伊犁烧杀强掠残暴统治 伊犁人非常憎恨沙俄人 石将们在设计将军府院内的狮子时 故意将狮子设计成了羊头 蛤蟆嘴 狗耳 鱼眼 鹿尾 以及沙俄老毛子那样的大鼻子的模样 意图将沙俄侵略者塑造成砍门狮子狗 这对石狮子与将军府正殿相伴 尽管看起来憨态可居 但多少也有一种浓郁沧桑与威严四夷的氛围 将军府正殿内摆放着鼠牙升堂的一英雾士 将军按及上方高悬正速封清四字牌匾 想来每一任的伊犁将军都希望自己治下的新疆 能国泰民安政治清平 只是事与愿为往往不遂人愿 站在正殿前往前望去 仿佛能看到有差使策马迟来 非暴战训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 在通往正殿的主路旁有两块这样造型的石碑 石碑鞋靠在石座旁 原来这就是清朝时期沙俄在伊犁设置的戒碑 伊犁将军府保存的当年中俄两国的戒碑 石碑上能看到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徽章 这石碑和伊犁将军府鞋对面的沙俄领事馆 一同都是实实在在的沙俄侵略伊犁的有利证据 在公元1840年之后 阿古白和沙俄先后入侵新疆 新疆的军府制度遭到了极大破坏 在左宗堂击败阿古白并从沙俄手中修复伊犁之后 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俄强行割去 为了巩固西北边防维护新疆地区稳定 在左宗堂的几例推动下 清政府决定在新疆设立行省 就在惠远新城开建的两年后 也就是清光续十年1884年 新疆地区正式建省取名新疆 以为故土新规 因为新疆外西北地区被沙俄强占 伊犁地区已不再是新疆的中心 由于新建立的惠远新城已经紧邻中俄边境 所以不再适合成为新疆的军政中心 因此新疆省府设在了迪化 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 伊犁地区的行政中心也由惠远新城迁到了距离边境更远一些的宁远城 也就是现在的伊宁市 但惠远新城依然是军事重镇 新疆建省后 各个州县官员直接管理当地的民政事务 伊犁将军全线缩小 不再同管整个新疆的军政事务 仅负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防务 惠远新城于光绪19年 1893年建城 伊犁将军也随机进驻惠远新城 1763年首任伊犁将军明锐建惠远旧城 1882年伊犁将军金顺建惠远新城 1893年伊犁将军长庚率领官兵迁入惠远新城的新伊犁将军府 1912年最后一任伊犁将军治瑞被革命党人在惠远新城中心的中古楼处死 从乾隆27年1762年 乾隆皇帝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开始 到玄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大秋王朝结束 在这150年间先后有40多位大臣担任过伊犁将军 伊犁将军在维持清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统治 巩固西北边防 推进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伊犁将军府改为新伊大都督府 民国元年1912年5月 新伊大都督府又被改为伊犁镇边史 此后伊犁将军府先后作为伊犁肯木专员 伊犁屯肯史的公署 直到民国23年1934年秋 邱宗俊出任伊犁屯肯史时将公署前往宁远城后 伊犁将军府既被废弃了 直到新疆和平解放后 解放军某部进驻会员故城 伊犁将军府就成为了部队驻地 从而将军府内的建筑军得以保存 但由于该部缺乏文物保护能力和措施 时常发生改造改建原有建筑的事情 1985年该部将伊犁将军府后厅改建为办公楼和花园 一些建筑改建为居室 1994年将军府正前门西侧的围墙倒塌 将军府内房屋出现了渗水 墙壁军裂屋顶坍塌 砖雕剥落等问题 后来2000年之后 国家文物局陆续拨款总击近2500万元 对伊犁将军府进行全面修复 现在的伊犁将军府就是重新修复后的样貌 将军府两边的东西营房 曾经驻守着伊犁将军的侍卫军 东西营房前各是一排高耸的白杨树 据说也是部队入驻后种少的 其实原来这里也是挣点钱的榆树 现在的伊犁将军府就好像是一座小型的历史博物馆 沉展效果据说达到了国内一流博物馆的水平 室内部展面积969平方米 室外部展面积900平方米 共展出展品370件 其中复制故宫珍藏文物112件 图片186幅 创作绘画6幅 创作著童雕像五尊 复制铜炮三门 仿制清代中期家具61件 其中把其盔甲 威远将军炮 武城永固大将军炮 郎士宁宫廷绘画 乾隆西域战图 将军铜像及一席绘画 成为展览中的真品 在最后西边的展厅中 还有一片关于林则徐的展区 1842年冬天 林则徐冒着天山果子沟的大雪 踏进惠远旧城 在这里写下了快智人口的传世之作 《回江竹之词》 林则徐在惠远旧城曾居住了两年零一个月 他组织当地居民修建水利工程灌溉农田 得到了当地各族百姓的爱戴 在伊犁将军府游玩了大概50分钟 小朋友们也基本了解了关于伊犁的历史 现在伊犁将军府就指文明侠儿 是伊犁地区最具旅游价值的文物景点之一 相信来到伊犁的游客大都会来这里参观一下 至少了解一下伊犁将军的历史也是很值得的 下午6点12我们继续启程 准备前往今天的终点目的地伊犁市 沿着惠远古城的东大街东行 走出东门景人门 眼前是热热闹闹的杨布拉克村 又是时大时的玩了一天 又该琢磨晚饭的事情了 今天到达伊犁会相对早一些 那在伊犁小朋友们会享受到怎样的一顿新疆特色的晚餐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